陳主委 喂你好 陳主委 禮拜一 我們財委會在這個地方很努力弄到晚上快要11點 有五個版本送到這個院會在協商這個證券交易所的稅的這個版本 那這裡面有幾個東西是因為你當初也有參加行政院版的討論 那現在又有弄出一個我也不知道是第幾版的 反正是最新什麼共識版 對於這樣子的過程對於我們證券市場上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市值蒸發了三點多兆 三兆四五千億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其實這陣子股市的波動 主要還是來自國際因素 我們知道歐債的危機 最近的整個國際的股市是比較不穩定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這個國際因素主要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相關的因素如果能夠儘早確定的話 當然對股市的安定也會有幫助 我想要請教你一個是跟原來是行政院版本沒有的 現在放進去 IPO啊 作為這個證券市場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提供集資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IPO的這個課稅 你的看法怎麼樣 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IPO是這樣子 因為它並不是這個在集中市場的這個頻繁的交易 所以在課稅技術面來講它是比較單純 但是會影響到在台灣上市的意願吧 是 多少有點影響 但是呢我覺得是看稅率怎麼樣定 能不能很合理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呢 某一個程度來講的話 這個IPO能夠獲得IPO 其實證券市場還有整個國家的經濟也有些貢獻 所以如果適度的回饋 我相信對IPO的這些這個投資者來講的話 他們應該也樂意讓全民來分享一點 那現在 稅率合理化最重要啦 常常被討論的說 那我可以在香港上市 香港IPO有什麼樣的稅金嗎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個每一個國家或者每一個企業 它這個在每一個地方去發展 它對這個企業我想應該對一個這個地方 應該都會有一些多多少有一些感情在啦 那如果說能夠獲利創造利潤 能夠適度回饋一些社會 這也是公平的啦 那我還再強調一遍 其實就是看稅率啦 那目前的話 如果把它稅率定得很合理 而且相當輕的稅負都 我想大家應該是可以負擔得起 最近報紙上媒體上看到一些趨勢啊 有很多人甚至去入籍新加坡 啊 問起來說 因為新加坡的稅率比較低 是這個因素嗎 他是這樣子啦 我是覺得說 像這個IPO大家的討論 其實那時候是以為說 要併計中和所得稅定百分之四十 那百分之四十確實稅率是高了 那現在處理了以後 把稅率定得比較低 我想應該是影響比較小了啦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業界這邊呢 我們也會來跟業界這個溝通一下 因為基本上 這個財政上面有這樣一個考慮嘛 那所以希望說 業界這邊也能夠來這個支持啦 對 我知道要去做溝通 那我剛剛的問題也沒有回答 我剛剛問新加坡的稅率 不是只有IPO的部分 新加坡的所得稅 香港的所得稅都比台灣低很多嘛 那現在台灣前幾天有 我看到前一陣子的爆章啦 是有一些大企業家 甚至就是放棄台灣的國籍去入籍新加坡啊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想齁 我想這個每一個國家呢 他的稅制他有他的考慮啦 而且新加坡跟香港呢 還基本上都是城市國家啦 他們的城市的 他們的國家的治理 可能跟我們整個的 這種基礎也不一樣 那另外一個企業 企業家齁 他選擇他的這種 就是應該怎麼講 其實我們總是期待說企業家能夠對這個土地啊 對自己所生長的土地來多一些感情啊 這個是期望啊 這是理想啊 那事實上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是這樣考慮啊 所以 現在問到的就是面臨一個問題 因為全球化 所以 競爭不是只有國內 也要面對全球 甚至國家跟國家之間 城市跟城市之間都在比較競爭力 那這一方面 如果長期以來這樣的發展的話 對台灣的極致市場 難道對台灣的這個資本市場 難道不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這一部分的影響呢 應該是還算有限的 就是我還在強調那邊 就是稅率的問題啦 那另外這部分當然是要去溝通啦 那有的時候呢 其實選擇一個地方上市 可能還有其他很多因素的考慮啦 你譬如說 這個 這地方的投資人是不是能夠認同啦 那這市場的熱絡的程度啦 各方面啦 還有一個問題 也要請教啊 因為 我們國內很多的受險公司喔 他 收了保費之後要去投資嘛 那投資的管道相對很有限啦 所以有很多的比例是放在股票市場 結果這陣子股票市場這麼慘喔 所以 是不是會影響到這些公司的資本市足率啊 你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 也會配合上一次喔 歐債危機的時候呢 有一些這個因應措施 我們也會做一些因應措施 所以 不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叫他們又要再增資 這個部分會有 會有一定的措施 對會有 可是 他們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喔 你們不是接管的國華嗎 對不對 那國華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他很多的投資管道就是要放在股票市場啊 因為 他就是 算是後段班的學生啊 你 後段學生過去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讓他 這個 這個投資的管道就比較相對有限嘛 所以他很多的 手上的 的子彈只好放到股票市場 那這陣子股票市場跌得這麼慘 所以 明年可能你們的這個 國華的帳面會很難看喔 會不會 我覺得他們應該有審慎評估啦 而且他們在選擇的股票上面的話 選擇投資組合上面 應該會有全盤的考慮啦 不過就是 因為 這段時間的這種波動喔 我剛剛已經報告 我們會有一些措施來這個因應 好 謝謝你 那我 另外要再請教個問題喔 就是 最近有一間上市公司喔 董監的改選 有一些爭議啊 啊 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說 在獨立董監事的這個選證的前一天 叫人家補一些資料 叫人家當天就要拿出來 這個 這樣子的做法合理嗎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 光是 就有讀法律 就在程序正義上就很有問題啊 這個做法確實不合理 所以我們的主管機關呢 我們的證券期貨局呢 也發文去要他改正 有發文要他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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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講說挺哪一個單位啦 但是你挺哪一邊啦 但是你光這樣的做法 就讓人家覺得說你就是刻意 刻意讓人家有這個機會可以補證啊 齁你應該叫你來講你有一個 揭示期間嘛 就像譬如說我們現在 假設說我們有一個規定的時間 讓你能夠補示15天的話 你任何的改變應該在15天 那你如果要改變的話 改變之後15天之後再能夠 再去進行這樣子的 這個這個這個選的這個樣的制度啊 不能夠再投票的選選的前一天晚上 發一個公告說你給我改來 明天就要給我補來 那人家不一定一天都有辦法 應該可以在一個合理準備的期間啦 沒有錯 這是所謂我們法律 如果要送答 也要有一個合理的送答期間啦 那這一方面希望 這一方面希望我們 這個金管會能夠主持 這個整個遊戲規則的公平啊 可不可以啊 這我們已經發文了 好謝謝你齁 好那謝謝你謝謝 好感謝